字幕制作人 李宗盛 李宗盛 字幕制作人 李宗盛 字幕制作人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今天又到达艾文青分享的时间 今天想和大家環遊這個宇宙 為何我這樣說呢? 因為準備了和大家分享一下我以往搜集過的Postcard 或是我去過的地方找過Postcard的設計品 因為我也有少少的癖好 去旅行的時候人們問我 Mr. Wong 你想要什麼手信 然後我就說 其實也不用特別麻煩 如果你真的可以的話 你寄一張Postcard給我就可以了 有時候我也覺得很感動 因為我很喜歡收到一些文字 或者有紀念性價值的東西 我覺得如果收了手信 我就覺得我吃完就沒有了 或者可能收一些擺設 又覺得有點假訂 但如果是一個朋友 他可以去到另一個地方的時候 仍然都記得你 問你的地址 然後還會花時間花心機 去一些店舖 或者去當地的郵局 選個Postcard 然後還要用親手的時間文字去寫給你 再寄到你手上 我覺得這種感覺是很珍寺和珍貴的 所以今天呢 我想在這裡跟大家去分享 或者分享一下 一些我不同國家收到的Postcard 有些是我都沒有去過的地方 也都是小小的分享 在一個做設計裡面 一個擺面設計的分享 在這裡我準備開始了 我現在移開這一堆 我最珍貴的Postcard 其實也很多的 但我今天就會抽賣一些和大家分享 我想第一個類型就是 一些插畫類型 會有趣一點 有些可能都未必是旅行得回來 有些可能是我經過 覺得店舖很有趣 就買回來的 可以讓大家看看這些 先看看這三張 其實都是我在台灣的地方收到的 是不同的類型 首先說一下這一張 這一張不是別人寄給我的 這一張是我買回來的 因為台灣也很流行一些 比較懷舊和復古的模樣的圖案 當時我在台北經過的時候 就看到一些店舖買一些 可能它以前台灣古代的東西 它的畫面很可愛 我看到甚至乎有些對話 就變得那個感覺很可愛 以前有Vintage的感覺 你知道我喜歡Vintage的 所以我就很便宜 我都買了一張 最後這一張我保持了 沒有寫給別人 我覺得這個挺可愛的 另外這裡這兩張就是人家寄給我的 我覺得有一些地方很喜歡 用它自己原本有的一些 藝術風格去做一些連繫 就像這個 其實就是台中的彩虹眷村 彩虹眷村裡面一些圖案的圖案 剪了出來之後 就做了一個Postcard的模樣 另外這個也是一些插畫圖的插畫師 做出來的小小的圖案 原來你看到 有一些是複雜的構圖 但是感覺上你做到兩邊好像平衡的畫面 這個也是兩個平衡的畫面 但是反過來它就是左右這樣擺 而且顏色 周邊背景不需要太多 如果在Postcard的時候 你去想一下是給什麼類型的人 例如開始這一張 我記得當時我也記得一張 是寄給家人 因為是平安 但可能這些 就會寄給朋友 感覺上是舒服一點 收到窩心一點 後面那些字就不看 字是秘密 字是我自己的小秘密 我們就去看看其他不同的類型 接下來我們可以去遠一點 我們去歐洲 去歐洲看看不同類型的Postcard 這裡我給大家看三張 這樣會比較好 原來Postcard我們慢慢看下去 類型和設計都不一樣 有一些是長方形以景為主 其實這三張都是用景來做安排 但是你看到0044是很不特別的 它們有不同的風格 這張有像畫有像相 這張很明顯是攝影出來的效果 而這張就是重插圖 有時候如果我們搭Postcard A平相 中五或者高方的同學 搭設計平相的時候 去界定它的媒介 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環節 所以我們一看到某些設計品的時候 你很容易會感受到這個類型的媒介 是攝影得手畫得回來的 這個媒介很明顯是攝影的 即是繪畫得出來的 另外這個就是插畫風格 有些卡通幻畫在裡面的 是一些構想圖出來的 你看到它的視點 都未必是真實的畫面 可能改了某些設計 所以三個其實剛剛好 這張是三張很不同類型的風格 我印象中 這個是Signy歌劇院 Signy中心的那個景 原來我們去設計一張Postcard 或者設計版面的時候 它的闊度或者長度 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因素 你見到真實景 看上去的色調和色調 當然會比較吸引我們 但你是不是說 你另外兩張不吸引呢 又不是的 我覺得這一張是會有很懷舊的味道 這一張是會有很懷舊的味道 當然我未去過這個地方 在法國小鎮上面有些不同的插畫風格 也有條橋在這裡 另外 看上去顏色的色調 明顯是有少少 特意有調校過 好像有少少舊的感覺 但又未至於去到很殘 是一些有味道的感覺 畫面的色調 這張很明顯 白底多一點 就會是一個整體卡通化的畫面 這張是塔斯曼尼亞小鎮的一個商店 我覺得裡面的插畫很有趣 你看到它不是全部都放了顏色 原來有時候我們畫東西 不用每樣東西都要畫得很仔細 甚至乎畫了眼耳口鼻 和放了肉色 有時候我們平衡整個畫面的顏色 你看到綠色為主導 或者是灰綠色為主導 有些像半掃描 Sketch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完成度 相反看上去都很高 所以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去看看我們平時看到設計品的時候 需要考慮的東西是甚麼 然後再給大家看的是哪些 可能是畫面插畫比較重一點的味道 和排版一點的感覺 會比較多一點 這裡就會抽這張 這個是同一個地方 但是有不同的系列 可以讓大家看一看 其實都是多的 我收回來的帖卡 很多時候主要都是畫畫的類型多 因為朋友知道我喜歡畫面的東西 所以很少好 大多數都是寄一些卡通得意的畫的帖卡 比我更多的 試試說一下這兩張 這兩張其實是泰國的帖卡 所以你看到上面的文字是泰文 這兩張不是別人寄給我的 這兩張是我自己買的 因為當時我看到店舖是插畫的帖卡為主 我都覺得挺有趣的 所以就特地買了這兩張 其實泰國都很近五六年 或者這十年 都出了很多很有趣的設計產品 其實它的插畫都是它獨特的風格 例如你看到它用地圖 包裝它每一個地標上面有的特色處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挺有紀念價值的版面 相對也同樣地 再寬發它原來有一個街圖 即是用一個平面圖 去畫給人家 它的店舖附近有什麼特色買 其實我都覺得是挺有趣的 而且它的文字 我覺得很有藝術感 字體 所以變了 其實慢慢地 Postcard的設計 都多了很多不同的設計 才去投資這個行業 甚至它的版面 除了設計完Postcard之外 也有其他副產品設計 例如袋 寶 文具等等的東西 其實都一系列的銷售 所以我覺得是 想心一層 是不是讀完 真的說做Graphic的人 是真的這麼慘呢 也未必是 我覺得裡面發展的路向會很多 所以不要放棄自己 任何一個只要喜歡畫畫的時候的機會 都可以去找多你的設計點放下去 我覺得這個 然後下去 真的給大家看一些瘋狂畫面的東西 大家看看分不分到這些類型 設計版面 是怎樣做出來的 這幾張都是畫出來的 所以就給大家看一看 讓我另外再看看有沒有其他 有趣的東西 先抽出來 讓大家想看的時候就更好 好 好 我們先看看這個 這裡 有幾張不同類型 我這裡有四張 我稍後再放兩張 這裡有幾多 我就逐張逐張 整理好給大家看一看版面 如果有看過我的影片的朋友 可能會看到 這張我當年寫給你的 都很開心 可以看到你們